最後一套,其實還未完結 不過可以拿來講一下,其實這套也挺奇怪的 不過也挺有趣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現在講呢? 因為太多疑惠,不知道下一季我們有沒有時間講 所以有興趣的可以大家繼續看下去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來自新世界 對,來自新世界 沒錯,來自新世界呢,其實比較有趣 它是一個小說改編,但它本來不是一個輕小說 它是一套sf,即是science fiction的小說 甚至是拿獎的小說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改編方法,各方面動畫 其實都不像一般輕小說改編的東西 第一集看的時候,殺人故事 嘩,嘩,聶奇啊 嘩,聶奇啊 嘩,那些人都撕開了,爆開了,血多到真是 然後有學生失蹤 但是,因為其實我這樣看的,它這套東西呢 跟屍鬼啊類似的都是類似的 頭三集是完全講的 告訴你 也不算了吧,算了吧 我覺得我已經很吸引了 我挺好的,屍鬼是頭十集都講的 對 我抱歉 屍鬼是很大的,但我看得眼睡 即是那類型,頭幾集 他拋不出主題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標題和內容 你也不知道究竟說了什麼 因為一開始就像剛才所說 一開始就有一個散事件 然後鏡頭一轉 去到一個很倒退的年代的村莊裡面 一些角色就出來 開始就這樣 但你又聯想不到究竟發生什麼事 究竟現在是這個之前還是之後 而去到那一集尾 感覺上就是在中段抽一段出來 就作為第一集來講 然後跟著 開始就開始講一些神秘事件 某些人又消失了 即是轉學 他失蹤了 他失蹤了 但那些人又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看到第一集裡面就是 當其中一個女角 一個經常失敗的 在他們主角群裡面 然後那一晚 他消失了 然後第二集出來之後 你見到沒有人有反應 沒有人覺得以前有很多桌子 即是有很多桌子 有桌子 有桌子 沒有人 你看到那些人沒有反應 簡直是提到 都沒有提過這個人 不存在的人 哇 簡直是厲害 古代版的 不存在的人 那會見到 故事很奇怪 但其實故事的佈局 我覺得 如果 在不在看的話 他肯定會覺得 這些是HGAME的橋段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也想問這個問題 沒有提到 關事的嗎 很有興趣之力 你一開始說 祖貴 他突然之間說 覺醒 很值得 先交出你的咒力 然後 你信了神佛 我給你一些法力 那你為什麼要收我的法力 為什麼整件事有了詐騙犯的感覺 因為那時候 有一個 你換個角落 應該是個色色的 阿伯 阿伯 說完一大堆 雖然在女主角耳邊 在說某些東西 完全像催眠的橋段 最後還是告訴他 他是催眠的 其實 我覺得 這些橋段 我覺得 他一定會覺得很興奮 趁他不在說 你不就問他有沒有看 可能他有看 只不過他今天說的時候 不在那裡 當然你說 開頭的橋段 已經是很有些 這條橋段 是神隱之狼 初見集 總之發生了很奇怪的事 但他沒有報復復 對 又報了一些東西 在那裡 又不說 又說 好像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惡鬼 但是 你一直是 跟第一集 開頭那一段 那堆少年 ABC 殺人事件 完全沒有關係 究竟是 什麼一回事 你看完第一集 他會覺得比較亂 因為他帶了很多東西 你又不知他想說什麼 他每一集都會帶一些東西出來 但他每一集都會帶一些東西出來 他都不告訴你 究竟那件是什麼 你帶著很多的疑問 而故事也都相當平淡 其實就是 你炒一下 還有他裡面 為什麼呢 一開始說 奏力 不告訴你什麼叫奏力 超能力 然後就說 這個故事 我看到第二集的時候 說 要比賽 然後說 比賽的規篩 我完全不明白 很明白為什麼 然後就說 是不是一個學員故事 然後就說 突然比賽 比賽之後 犯規那個人 燒失了 又被人出籤 抓不到證據 但跟校方說 老師又 沒事 沒事 沒問題 少春跟他說 沒事的哪有犯規 然後第二天 平手 然後第二天 他消失了 然後我想 原來這個恐怖故事 你去到這裡 我看到 不行 我真的 我不太接受這件事 我不認為這是原意 恐怖 好像安拉達那種恐怖 我一點都不覺得恐怖 不好意思 第二集後半段 已經開始遇到 那些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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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已經接觸到那些 我覺得 一個恐怖戲 我不管 恐怖氣氛 最低級的 在哪裡 有些角色表現給你看 令你覺得 發生什麼事 但這些人 完全沒有反應 那些人 好像遇到慣了 就是他們說 怪鼠 不要理他們 每個人都看見 他們 給我的感覺 就是這樣 這裡 從前半段 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 這套 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什麼叫來自身世界 你們真是這群妖怪 我這些所謂的救人類 不太理解 你們真是想怎樣 那些反其道而行 那些觀眾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那些人覺得很平常 因此而覺得很恐怖 最大你會知道 應該說 都不是故事裏面的人知道 是 因為我們用神字點 我們知道的就是 當他抓了那隻所謂的惡魔 其實是一個叫做 生物型的自律 行走的 講什麼鬼 公立圖書館 那隻 總之就是 跟著就說 就 因為見到的就是惡魔 然後跟著 就是 他是一個圖書館 你當是一部電腦 或者是一部機械人 他就 你問什麼 他就會回答什麼 其實都不是的 他只是威脅他 告訴他 這個 這個 你不回答我 我拔你 我拔你 然後就把這個世界的歷史 構成歷史 就說 去到這一集 你才知道 你才稍為知道 或者你可以代入到 究竟 這個世界發生在什麼 這集 究竟 這集 究竟是什麼 然後 他就開始帶出了一些 這班少年和少女 知道了這個世界的真相 就是 一般是大逃亡的故事 那幾集都算是 那幾集都算是 然後 他就說 收回他們的法力 其實 很多人都猜到 就是所謂的 心理的催眠 本圖書館自己都說了 基因改造 那類型的東西都滲出來了 那類型的東西都滲出來了 我想聰明的觀眾都猜到 所有東西 就不聰明都猜到 三分鐘 你猜到 你說只猜到什麼 那些套路 這個世界設定的套路 你猜到 最起碼六七成 最起碼都有 講完之後 你就大概了解這個故事 世界是怎麼來的 那這裡 開始了 這個位置 開始了 好看一點 好看一點 因為你知道你的背景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你知道 這個故事 現在想做些什麼 你開始就是 然後他也帶出了 兩大 很重要的 在故事裡面很重要的設定 所謂的 攻擊異獄 和愧死機關 這兩樣東西 就是那個奏力 帶出來奏力 不知道 好像是說 有些人 那時候有些奏力 奏力的演變到 總之說 他就是說 某些 都不知道 不肯定是否某些人 總之 有人 是會持有奏力 持有奏力 開頭本是一個很微細的 那開始越來越多 有這些人 大家如果簡單理解 你當作是變種人 有超能力的人 有超能力的人 或者是新人類 你用高等的理解 他們是NEO TYPE 他們是Coordinator 那些東西 開始 有些人對這班人 有恐懼 就是狗人類 對新人類有恐懼 我用新人類 因為你不知道 你那些人 會用奏力做什麼 而引發的一點 就是一個少年 用他的超能力 開始亂殺人 就是 你看到 我殺得很黑 然後開始越來越堆 這些案件 然後就是 舊人類和新人類大戰 然後人類水土耳朵 然後 新人類應該是贏了 新人類是贏了 然後 舊人類就成為了老弟 其實 我想 他意味 那些所謂妖怪的舊主 應該是舊人類 我想是 妖怪 因為現在還未說完 因為 其實 我這樣看 怪鼠 為何 和尚殺怪鼠 都會有 窺死機關的反應 因為 怪鼠都是人 所以 會有反應 所以 我覺得 舊鼠應該是 其實是舊人類的人種 應該是 因為 你在裡面 還沒見到一個 人形的物體 他沒有奏力 唯獨是妖鼠的 沒有這類東西 對 總之 一些 瘦人類 我當是瘦人 這類型的東西 是沒有奏力 而屈服 有奏力的新人類 人類 對 現在我們看到 是一個人類 人之下 稱他們為神 那樣的東西 還有 你覺得 有些奇怪 就是有些妖鼠會 懂人類的語言 這類型的東西 可能會帶到這類型的東西 我覺得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 因為那個和尚 抓了 說要 收回他們 奏力的那位和尚 殺這個妖鼠的時候 其實 都有這個 窺死機關的反應 在裡面 可以說一說窺死機關 要的 那 窺死機關的東西 就是 叫做什麼 是阻止 有奏力的人 去殺人 亂用奏力 你會覺得不舒服 有歐歐肚痛 頭暈生氣 做什麼 那類型的東西 會 而 你叫做什麼 在你的本能反應 你會去抗拒這件事 你不想去做 或者你不會去想這件事 而 攻擊意用的東西 其實都是類近的東西 其實 總之是阻止你 給你一些限制 去阻止你 不要同類相殘 其實我覺得 不要同類相殘 你殺其他東西是OK的 我覺得 因為這個機關 所以 故事這樣 就是 這班主角 只有兩個 阿閣 阿閣 祖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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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中間 就分散了 而且他們兩個 被 某一班妖鼠 捉住 然後 開始逃跑 其實以我所知 因為故事裡面 其實他講過 有很多 在這班生人裡 用了很多的方法 去壓制著這股奏力 讓它可以成為 一個日常應用的東西 而且我發覺 是每個人的奏力 所做到的東西都不同 其實幾乎是萬文的 因為後面有些劇情 主要延修一種 是你擅長什麼 但你不是不懂 你沒有那麼擅長 我覺得 那個能力 應該是大能力 你有能力 你做什麼都可以 其實你看到阿閣 那些 他好像什麼都做到 放火 什麼 其實他都做到 其實我覺得 應該未必是說 每個人限制一種能力 因為其實 也不是去標榨這件事 我覺得那裡也是幾奇怪 其實我覺得 這個我最後問回 之後有看原作的人說 他開始說 已經在基因路 做了手腳那些事情 當阿閣想去和祖貴發生性行為那時候 不是阻止了 好似說 原作這一段 其實是有做到的 有發生的 有發生的 其實你如果這樣看這件事 其實是合理的 既然 愧死機關 或者催眠對他們的效果 是這麼強制性 在這方面 在基因裏做了手腳的話 他根本是抗拒不了 沒有理由 突然之間 祖貴突然說 不是 我是人類來的 我怎麼可以做這些 你會覺得 那一刻是突压的 我都覺得 奇怪 為何突然之間 你沒有一些 很特殊的 外在因素刺激 而突然之間 他覺醒 所以其實 到最後 我問回 一個 我有看完 我問回他 有做到的 還不止一次 動畫就不會做這件事 動畫就不會做這件事 我想赤道所限 而且你一個這樣 沒有什麼赤道 現在日本的動畫 除非你好像 袁之翁那類 不是飛地上波 即不是衛星播電視台 那些 大氣電波播的電視台 他不會造成的 但老實說 就算他 我覺得這個 因為其實不是色情味 他講的是 當這些新人類 人類那種壓力 在壓力和恐懼之下 他沒有地方去宣洩 他要寫一些東西 當然 在他的故事裡面 就說 因為他發現了 這個種族的動物 會用這種方法去發洩 去抒解他的壓力 讓他不會有什麼 攻擊性的行為 他連到後面有些劇情 對 他連到後面有些劇情 所以老實說 我覺得他做這段出來 你不會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是他被嫌 你看到後面 你會先明白 你會覺得這件事是不可抗力的 難怪不是男對女有感覺 或者男想侵犯女 在他們的本能上 他們要他們這樣做 他都解決不了這件事 當然 你看到的就是 更加證據的就是 到了祖貴怎樣去令到阿閣去恢復就力 其實整件事 是硬來的 這件事是硬來的 應該說 我不是說故事的理據 硬來的 是 這個本能 這個本能 深深刻在他們身上 這件事發生的話 他們抗拒不了 要用這種方法 修理就力 或者給你回法力 他們都是阻止不了 所以這件事 你會覺得 其實前面那件事 你會覺得有點奇怪 當然 不是說很大的落差 這是不是很大的問題 這件事 這件事 我講給一些 可能未看過的 聽眾知道 其實他這個位置 是有移 做出來 其實我覺得 在一個劇情位 他不是一個色情位 沒看過 聽我們講的 應該不知道我們講什麼 然後講其實 咒力 還有 種族那方面的事情 其實他這裏都講了 不少的 還有 世界的設定 他最主要的 其實這個世界 沒有主角群 想像這麼簡單 和平 其實你這裏看見很划算的 也有一點點不理想的 阿國是殺了很多妖鼠 的事情 但是他愧死的情況 是沒有發動過的 這個我不知道 會否他報了什麼復賓 不是 你爭 爭的 爭的事情 就是 因為他是扔石頭 他殺死他 他根本是看不到他死的 這樣也行 因為其實你看到 你很硬來的 這些東西 阿和想殺一隻惡魔鬼的時候 他故意報一個人的影像出來 應該有視覺上的衝擊 我覺得未必是一個概念上的 即是殺了某些東西 殺了某些東西 他是要真的 一個知覺的感知到 那樣東西 而令他產生那種抗拒的反應 但應該都不是 後面有些劇情 他是有些妖鼠去突襲他的 那段他又好像 對 我覺得這方面 在愧死的那方面 他沒有吵到 當然 這個是你猜 但未必是一個 未必是一個你猜 其實這件事 我看見他很多 用遠距離攻擊 對 沒錯 但近距離攻擊 應該都有的 可能我忘記 但我覺得 祖桂其實都有做過 祖桂後段都有做過 那些貓 那些 都有做過這些 有 但不知為何 他沒有發作 即是他劇情要不發作 說不定圖書館的那些 收藏那些書 未必是真的 不可能的 你這樣的故事 帶不下去 沒錯 因為這不是一個推理故事 然後你最終就說 他們回 他們逃走的過程 遇到的妖鼠 都有分不同的派系 那他遇到一個 懂得說話的妖鼠 其實這個 我覺得是一個過程 其實 那段 最終他們的 final line 其實就是 其實 這班 其實他們 都有自己思想 他們不是單純的奴隸 或者是什麼 但我覺得 某幾隻 某幾隻 會有 他不是全部都是 有些 真的很奴隸 會聽話 去做 你很難 每個人都跟主角有交流 我覺得 他用一個代表 最終就是 他們五個人 再聚集 就回到村莊 其實 你也覺得奇怪 因為他之前的報告 就是說 村莊的高層 已經知道了他們的事 他們回去 監視 其實那一刻 都看到他們 小孩子 在想事情 其實我覺得 合理 他們這樣說 我恢復了法力 那我就 沒事發生 我真的沒有被人罰過 就是說 我潛建 我封了一幅牆 那我就沒有潛建 通常都是 OK 沒有問題 感覺良好 他們 也都這樣 他們 回到村莊 以為沒事 而大型 也都沒有去做出什麼行動 對他們 當然 我覺得 如果 在我們的角度 來講 哪有可能的 都已經匯報了 而且阿葛 其實中段 他都說了 其實應該那些人知道 他們的事情 而會派人來殺他們 但是 到了他們 五個人聚在一起之後 說 我恢復了法力 我就沒有問題 而阿葛又會覺得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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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他跟哥哥又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我知道就是說 修羅場 原來正傳是他們發生了關係的話 然後說回到去應該是很嚴重的 應該是一個愛情故事來的 怎樣都要慎 然後回到去最後告訴你 阿信跟哥哥他們拍拖 被人擺在一邊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究竟有什麼兩年前發生了什麼影響到兩年前才會失禁 我還沒問我的朋友 其實中間是不是有故事的 我懷疑是有的 我看第八集的時候都覺得很奇怪 我是不是中間錯過一集沒看到 兩年後他們兩個搞BL 男的兩個搞BL 女的兩個搞GL 然後剩下一個 然後我懷疑發生什麼事 現在是不是這個世界的規則演變到 不可以男女成為一個配對 那不是啊 之後告訴你 是啊 我覺得很奇怪 立即被人打臉 之後告訴你 他們是會刻意把一個男和一個女放在一起的 那一集就覺得很奇怪 超奇怪 你是看到那一集是很詭異的 那一集是 首先 阿信和阿葛 搞在一起 其實他們搞在一起最多是石 Kiss而已 Kiss而已 Kiss是發色濕吻來的 是的 濕吻 然後跟著 祖貴很害怕 然後找花澤 我忘記了花澤的角色叫什麼名字了 忘記了 然後他又抱著他 然後又看到 你們兩個有東西的 我發現 到了後一集之後我發現 又是疼的 然後你們兩個拍拖的 原來好像真的好像在那裡 然後他告訴我 祖貴其實是喜歡阿信 然後說 嘩 後頭是什麼關係來的 所以我就說 因為這段劇情 我懷疑兩年前 究竟發生了什麼巨變 這個世界 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跟著 到了 突然之間又跳了 過了一陣子之後 阿信說 阿信又要飛了 阿信說 我要 飛了阿葛 我飛了阿葛 然後跟著 阿葛就找到另一條仔 都是仔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世界是不是開始是同性才可以配對呢 我我我我我真的不是很知道 總之是很奇怪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你要找他 不是 這集我慘傷了很多的為什麼 我也是慘傷了很多的為什麼 這個感覺就像我看第一集那樣 很多為什麼 甚至跟著 超越第二一集 是突然之間 整個故事好像已經解決了 是呀 之前 之前奏力的事情沒有發生過 沒有發生過 這個是一個BRL和JR的故事 哈哈 他開拓另外的市場就說 我不知道 總之看完這集就很亂 事實上呢我作為一個沒有看這套東西的人呢 我上去討論區 就是我上去巴默區的討論區 他就說他要走啦 他好像被人抓去精神勞改 然後跟著最終就跟祖桂 就滲了一點東西 叫他小心 小心貓 總之你會抓他這類人的 就是你當是家庭人的東西 一些暗暴的東西 這個我看完之後 跟著沒有啦 其實很奇怪 因為整個故事裡面 那些角色的關係 我是搞得很亂 我是搞得很亂 尤其是經歷了那一集之後 是搞得很亂 還有我經過一些朋友的描述之後 我發現 我真是不知道你們的關係是甚麼關係 不是 開始是第八集 那個世界尤其是reset完之後 完全不知道世界觀現在究竟是甚麼設定 我現在需要一個圖書館幫我解釋 跟著就叫阿信走了 然後跟著就 最後就說 又要找回阿信去解話啦 然後阿信就說回 這裏就算是解 解話 解了就是由第一集 對到現在甚至故事設定 我不知道算不算所有 大部分的能力 或者是原由 是怎樣解釋 總之他在說這件事 其實 他 奏力是會影響到世界的 這個是一定的 他在說的是無意識會影響到世界 純粹是說 有奏力的人 純粹是說 本來你好像說 可能我覺得 前面那次人很討厭 真是善莫甘的你 這個可能是一個很無意識的想法 你會覺得這傢伙很討厭 然後他就會說 你都是 I Ego 和 Super Ego 那個東西 心理學的東西 然後就說 但是你這個 這個念頭 就會被你的意志 限制住 你不應該這樣做 這傢伙很壞 有口臭 什麼樣帶 他都不應該殺 類似 好像一個 道德觀念 限制住 你使用這些 但是 這個道德觀念 都不是蓋住你所有的東西 它只是蓋住大部分 都可能有少少甩漏 而這種甩漏 就會慢慢慢慢形成一股 好像黑洞 是的 越來越大 有些人就會 有些人就好像 阿信那類型 他能力越大 就反而會 控制不好 他反而會和他的感情 和他的觀念 一起出發 就變得順化 即是他不會經過你思考 即是不會經過你過去 就變成他想那樣東西 就馬上發生 連挽救都挽救不了 是的 這樣就會造成一個很大問題 但其實 這件事 這件事是一個 我的設定問題 既然你說得夠力 咒力這麼大 你變回他 就行了 收回他的咒力 這樣就可以了 不是收回他的咒力 即是說 我將隻狗 變成隻貓 我將隻貓變回狗 就可以了 不是啊 有時你殺了人 你怎麼回復 救回他 可以不可以 問題是可以不可以 可能有些咒力造成的影響 是反而不到 不清楚 他現在都沒有很詳細去解釋咒力 總之你當作是一種念力 我相信他都不會做到複生 我相信他不會再解釋什麼叫做念力 在這套東西裡面 總之念力就是念力 總之念力就是 什麼都做到 但是呢 我說他做不到他又做不到 那個故事會是這樣的 說了算 應該會是 這個設定會是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其實都頗重點 不過算了 這件事情 因為他想探討的是另一件事 他想探討的是 人性的 某人的本質 其實我想探討的不是人性 而是人的本質 最後就是 信也是選擇了自我了斷 自我了斷 我想他自己也想到 如果他身上發生到這個情況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離開這裡 不會 令到他不會影響自己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這裡 去到這個故事 去到這個位置 我想起一件事 之後他也舉過一個例子 有人都是發病 或是按住的 最終怎樣殺死他呢 其實他是自己病 自己殺死自己 其實 我會想起一件事 其實 你這些 所謂會毀滅世界的力量 最終一定 如果那個是人的話 其實 阿信那件事 其實他毀滅 毀滅都沒有意思 其實他最終都是會死的 沒有人救到他 因為很簡單 世界毀滅了 你病了 沒有人救你 那個醫生想幫你打 我不知道那個醫生的出發如何 他幫你打 他也會死 那誰救你 沒有人救到你 最終你是間接 因為自己的力量而死了 反而因為自己的就力 而影響到自己 所以其實你說 你這些 我會想起 有些所謂的世界 說我要毀滅世界 你瘋了 你毀滅世界 你自己都生存不到 除非你是純粹說 沒有的 我本死的 我打算全世界陪他一起死 這樣就可以 不是的 有些所謂的 邪惡博士徵服世界 其實很不科學 那些也有個理據 就是他要毀滅世界 再重新建構自己 有些沒有的 有些純粹 就不是單方毀滅 但是你說 他這個其實 最終其實 他告訴你 是沒辦法解決的 你有他自身 他暫時來說 是沒辦法解決的 但我不相信他會這樣完 但他現在說到其實就是 一個就是因為病 而自己死了 一個就是我甘心自願自己自殺 所以其實整件事是沒有解決的 然後你說去到現階段的 最後一集 第十三集 其實這兩集 這三集應該是由 第十一集到第三集 是解話篇來的 是解完現在的故事裏面的所有東西 包括所謂的記憶操控 所以其實呢 記憶操控那件事 反而我覺得 會有些下纜的影子 就是火具的影子 你那個人不在 他會插一個人在 去操縱你的記憶 讓你以為 那個人就是以前那個人 但他有些不成熟的位置 就是他們幾個想回以前的事情 跟事實不符合的時候 這個其實呢 我其實是貫通的 因為根本上就是 他們根本控制不到 其實他們那班人根本都是控制不到 而且 只要有人感覺到有意義 因為他說的就是 其實他們都控制不到就力 他們都控制不到潛意識 他們又怎會控制到一個人呢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 就是把事情壓住了 不讓他再浮上臉 但是不一定壓得成功 所以其實 現在很明顯就看到是失敗 他們 他們記得我覺得 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 就是他們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 而我幫你 記憶改造了這麼多次 怎麼都會有矛盾 就是他們都不是神 如果他們是神的話 那當然是要贏 始終都改不完 始終都會改正某些事情 改不了 或者你會感覺到某些事情不同了 反而這裏他又帶了一些 我想他是復不利 本來他的團體原來不止五個人 原本是六個人 就是第一集死了那條女 就是說有人死了的話 他的記憶會 他沒有說怎樣操控 他沒有說 這件事也是他說了就算 總之我說我記憶衝了你 你不要理我用什麼方法 我開你老友 但這裏我不知道 他會不會後面帶一些劇情出來 就是關於這件事 不清楚 而且也看到的 那個故事其實是由早季一個 講古老形式 去講出來的 其實是 因為他每次都有 很多集數 開頭 他都會用回 他說這件事其實是怎樣怎樣 然後就 他那個角色就是什麼 簽版的角色 好好奇啊 那你搞些事 不是他是Titanic那條女 變成阿婆之後 再講那個故事出來 啊 死剩一個 我覺得有機會的 你不要說 我當然不知道 這件事 因為我沒有看過小說 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有什麼機會 總之就是 其實這個故事 是由早季 去慢慢 每件事 每件事都講出來 講回這個世界的事情 當然 那些事情 因為好像什麼 我知道就是 再下一集 已經講到24歲了 又跳了一段時間 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會不會這個世界只有女人 不知道 不知道 大哥 你過了兩年 你這樣說 去到半季現在這個時間 我都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說什麼 他好像說完某一些東西 然後又跳到別處 又開了很多東西出來 我不是好知道他主題想說什麼 你是想說 人類的某些東西 但是 我覺得 你說潛意識的話 很難說 沒得說 其實是 你說人的劣根性嗎 我又覺得你不像 那些人每個人都很厚道 是不是 那些老師已經不是了 是嗎 你消失了 那些老師很明顯就 隱瞞著一些事情 讓學生知道 因為 他殺他們的原因 不是因為人性的事情 而是因為 這傢伙會餵害世界 不是 表面上是這樣 但實際上 我總是覺得有點黑磨 你要硬要講的 就是講回我們剛才第一節裡面 我們講講回女王的正義的問題 我殺了那個年輕人 會滅了一條村 我現在堆壞他 現在表面上是這樣 但我總是認住 這套東西這麼黑的時候 我總是覺得他有點內在原因 但是 會不會是類似人體實驗那類的東西呢 就算你有原因也好 我去到一半都看不到端麗 我看到現在一半 十三集 我都不知道你究竟想說什麼 我只知道 但你既然說到這樣 是什麼會吸引你 看十三集 為了做節目 是嗎 沒錯 真的嗎 真的 真的為了做節目 要不然就是神祖算了 第三集應該我會不看 我反而看完第三集 我覺得還可以 他解說了整個世界 是怎樣的時候 反而是吸引去看 你說我看下去的話 就是中段質的那個時候 我覺得 因為你始終叫做什麼 有個危機 帶著 但之後呢 又一次reset過重生命 事件 又不像危機 他們也解決不了 這件事恐怖 我又說不上 聶企 也都不算 好像沒有聶企 不是啊 經常都會噴血 噴血都很努力 不過 經常扯開一些人 老師經常被人死五馬分屍 那些什麼 老師經常被人死五馬分屍 不過那些是 那些是 古時那些事 現在還未發生的 他有那些事 但那些我又說不上 你說愛情嗎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什麼關係 男男女女 總之男女都可以 所以 整個 你說去到這個case 我現在去到這裏 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做的 你會不會 如果不用做節目 你會不會剪掉 我會剪掉 我有機會剪掉 我只是想讓人 告訴你最後一個是說什麼 如果真的說一些 對我口味 我才看 不是的 我不會看 這套動畫很有趣 這件事 剛剛聽下去 整件事都是 很正常 沒有什麼 賣文 賣手邊的東西 一個迷 不算迷 因為我感覺上 這套 畫風 也不是特別好 少女漫畫畫風 但我覺得比較有趣 就是因為我自己看 簡單線條 我自己看這個 我見到漫畫版 因為漫畫版很突然傳這些圖 就是有非常多的百合殺必死在那裏 甚至是搞事 那種百合殺必死 他是不是因為第八集 開始才會有這種事 不是 都說 我都是說那件事 在這個故事 他也都在動畫裡面說了 這班人壓力是真的大到沒有朋友 而那個故事也都一早說了他們排解壓力的什麼 就是搞事 其實他有什麼壓力可言呢 他只不過是他的本能上要排解 其實這樣說你可以的 因為 在他們來說就是 哇 糟了 好像被人操控了 糟了 我又忘記了些什麼 你這些 焦慮來的 分分鐘你有焦慮症 你會有 他又不是很覺得 我又不是很覺得 他的動畫大到這件事 而他需要這樣去排解 我不知道 但是你整體上就是 他一個謎題包一個謎題 就是他們中間裡面有 經常遇到一些危機 那些東西 我不管他搞不搞事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不太重要 或者你要找西瓜都在表演 都可以排解壓力 都沒有問題 一定可以 我聽你講動畫 說到一道迷藏什麼動畫 當我看到漫畫有一個 完全是商業項的殺必死 這件事是很奇怪的作品 可能兩個方向不同 不過兩套東西 你說奇怪的作品 我同意這套 是一套比較奇怪的作品 好像很多東西可以發揮 我會這樣說 我感覺上 他會是類似人衰那種 比較特別的作品 但至於這個比較特別的作品 合不合各位觀眾看 就真的要看《主題》 我只可以 最後回頭 我只可以說 你不會在現階段 看到一個很統一的主題 究竟想說什麼 一個很大的主題 什麼叫來自新世界 I'm sorry 我回答你不到 或者這個真是新世界 尤其是他的重點 轉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都比較難去判斷 究竟適不適合觀眾去看 畫面呢 不差的 我真的跟他說畫面 不差的 但有幾集是很崩的 我看到是很崩的 但不差的 不差的 或者跟他畫面不差 故事呢 你不要問我說什麼 你自己看 你看得明白就明白 看得不明白的話 是很正常的這件事 我覺得 而這件事 我覺得 我 以一部動畫來講 他比獅鬼還差 現在 獅鬼去到第10集 我也知道他在做什麼 獅鬼的主題很明確 對 對 但這套 其實我覺得 不應該跟獅鬼比較 你覺得用什麼去比較 企鵝冠 哦 真的 可以 你未必一定 完全明白 故事在說什麼 你要自己去看 去想 企鵝冠 是那些 你不知道故事想說什麼 或者很多地方很迷 有些東西要解讀 但有條故事主線 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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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可能是用這套 但是 大家可否接受到呢 以我所知 其實很多人都接受不到 這套 這套 說到我都一樣 不過一直聽下去 我都挺有興趣看的 OK的 暫時覺得OK 雖然 你不太知道 我知道他 連貫那幾集 他想說 故事說什麼 但是 看完之後 觀感如何 就要看完才知道 是啊 那 今天到這裏 之後 其實剩下的番組 其實就不是很多 很多 是儀貴 你說 剩下的 還有一些小番的 其實很多人 大番 以我所知 很多主持都沒有看 少女漫畫 那些真的比較少 我覺得不成名 那套 元氣少女 是 輪造的怪同學 這些要等我們 偉大的 什麼只有哥哥 沒有問題 這些要等我們 偉大的 有馬兒回來 是啊 我們主力支援 我想我們之後 可能等多些人回來 我們會說刀劍聖域 一定會說的 對 這一套 這一套 這些人最喜歡的 變態自我 但是如果不說這一套 我們怕被人追死 被阿斯拿 職業的謎 插我們 那時候真的不知怎麼辦 對 我們今天到這裡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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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